家教设计 热锁了 是啊 哦 这次发型 哈哈哈哈 要自己拍一下 现在直播是已经开了 哦 已经开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那个我们现在这个 网卡吗 还是老问题啊我们现在网卡大家扣个字 啊不卡是吧声音没问题哦 呃大家是已经 大家是已经等待半天了是吗 就等着 是看到是看到昨天的那个直播预告 然后进到直播间的吗 哦是啊 啊 啊我们现在已经在安卓拉的房间里了啊 啊然后 啊一会儿一会儿这个我们的记者小姐姐 今天的记者小姐姐 然后一会儿她会这个呃 带着大家跟那个安卓拉聊天哈 啊 啊喊喊呢她在在准备啊 还在准备然后我们先 对我们先开一会儿 然后让那个小伙伴们都进到直播间里啊 然后一会儿就可以开始了 然后我们一会儿直播的主题可能就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就自从上上上上歌手以来嘛 他包括什么妆容啊什么很好的皮肤状态呀 包括身材呀也成为大家热义的话题 所以我们会跟少汉聊一下一些比如护肤秘迹啊什么美妆啊 或者是穿搭一些小秘迹 然后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正式的专方 但正式专方我们就不 不以这个直播的形式呈现啊 然后大家多关注新浪娱乐 我们大概会下周再推出一个少汉完整的正式专方 你先拿着跟大家聊聊聊 我没有说了 你先聊聊分钟 我开这个 来你聊聊分钟吧 我把这个插上 稍等哈 大家别着急 我喊起床了嘛 你喊已经起床了 再给大家画美美的妆啊 画美美的衣服 画美美的妆 对对对 保证一会儿以后的状态 见到大家 大家那个现在直播间里的小伙伴 分享分享链接啊 我们点点赞啊 是吧 别光看着 是我们在那个这个 等待的时间里先都动动小手啊 要看 要看 要看韩韩化妆 你这个要求太多了啊 要求太多了 我们一会儿这个画还是画好了 给以美美的状态来大家聊天啊 啊我们现在直播间里才六千多个人啊 我们小伙伴们快那个分享分享链接啊 让那个直播间里赶紧热摞起来啊 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越热摞 我可能喊上出来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 然后我以为在聊天过程中 大家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在这个弹幕发问 然后小伙伴也会就是随时会cue一下我 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对如果大家有比较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发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 如果有比较好的问题我会选取 选取出来 然后那个跟这个少韩进行沟通聊天啊 呃在长沙直播吗 是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长沙啊 我寒呢我寒呢我寒呢 现在这个Android就跟我们是一门之隔啊 我们现在已经在他的房间里了啊 大家不要着急 呃现在在做准备 大家快点点赞分享分享链接啊 分享分享我们的链接 多休息一会儿啊 还真有不急的 啊破门而入 胖哥哥五官讲的不错 啊胖哥哥 胖哥哥 那那别别看胖哥哥了 别看胖哥哥了 看看我们的那个记者小姐姐 呃开美颜了吗 你看有说小姐姐好漂亮的 谢谢啊 开美颜了吗 开了呀啊 肯定是开了呀 你还要多大美 没开的时候我又可不长这样 嗯 你看这种 哦 小孩已经出来了哈 我们可以把镜头切换 来我们把镜头切到小孩 大家不用再看这个胖哥哥 可以Android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哦 你好 思朗 我不要跟你一起入镜 你很瘦 你很瘦 我看到你又觉得 春节还吃太多 哈 你这样子还不慌 你真的 你看一下他嘛 一点都不慌 就我们俩要互相攻略 给你个机会 所以小孩 春节有去哪玩 或者是好好休息一下吗 春节 我去那个温哥华 嗯 对然后稍微休息了一下 嗯 然后现在又马上投入到 紫江的工作当中 对可是我讲的休息 就是我在那边其实也没闲 就是我其实去好像只有十天的时间吧 然后我就已经花七天的时间全部都在运动 健身 哈哈 你是一个健身狂人是吗 嗯 其实也不能算是特别热爱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为了健康 嗯 然后我就也觉得说 好像真正你健身的时候 你你时间一久啊 你就越看到成成果的时候 你就特别的就是 啊我不能停下来 我应该继续的健身 就好像已经变了一个习惯 嗯 但是你你是一个也是吃不胖的体质 所以你健身是要看到哪些动作 腹肌吗 像我那时候就是跟健身教练在聊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反正呢 亚洲人都喜欢瘦 对 然后所以呢 我只要 我不要增肥 但是我要增加肌肉量 嗯 对所以我 我后来就 就跟他学了几招 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 嗯 然后现在自己在练的时候 也比较有一个头绪吧 知道说 你想要 在哪一个部位要增加肌肉啊 我觉得那就比较不会盲目的 就是你可能看了一些影片之后 你也不知道确定自己做的对不对 嗯 所以我 我觉得去了那个感觉挺好的 嗯 所以也是因为刚过春节 因为大家都说每逢春节胖三斤 或胖多少多少斤 正好我们也是这时候有个采访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健身的小秘迹 就比较方便一点的 大家可以怎么随时随时锻炼一点 可以啊 我去拿个东西给他看 哇 上涵真的是 哇 大家等一下哈 上涵要分享他的独家秘迹了 大家猜测一下上涵会拿出什么东西来 现在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提问吗 大家都在说好可爱太美了 大家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提问这一把呢 他还在感叹上涵的美业 对沉浸在夸奖之中现在 超热的 超热的 就是呢 这个就是 就是大家一般 你可能在网路上很容易得到的 这个是个什么 它就是 它有点阻力 这应该叫做阻力带 我不确定 就跟大家上网找 然后呢 就这个你可以把它 譬如说 放在脚 脚 这边下面 然后或者是这边 那就看 因为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 平常 你可能在家里用 你不太想要去健身房的时候 就很好用 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完成 那基本上 它放在这里的时候 它有一个 阻挡的力量 那你可以去锻炼 就是肌肉 练的肌肉 然后腿的线条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方便的 所以它是会要怎样呢 比如说我要这样子冲 开一冲一冲的嘛 对 那一般会有做阻力 是要示范给大家看 想要健身房 比如说 我 比如说 就是 我可以教大家 几个小的步骤 然后 大家学习一下课 然后 比如说我在健身房 或者我们在家里好了 在家里最方便嘛 然后我们在家里 那你 你的那个阻力要比较 你就看大家能接受的人 小韩 我们转过来好吗 对对对 前面光不太好 对对对 就看大家想要的阻力 是比较 比较大的阻力 或者是比较小的 像我这个 它已经算是Heavy Heavy就算是比较重的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 那你 你平常锻炼 你就会越来越进步嘛 嗯 所以基本上 我会再选择 比较 阻力比较强的一点的 那你就可以在家里就是 做这样的运动 然后就是记得这边脚要打开 嗯 所以你就可以 膝盖要往前 对 锻炼这里 然后跟这里的肌肉 那这样 就来回 那不会小腿都很粗吗 那边粗 因为所有的运动做完的时候 都是必须要拉筋 放松 那这样子就 比较不会有小腿肌肉的问题 嗯 大家看到了呢 就是这个拉力带 就是少韩PC 随时随地可以锻炼的一个 对对对 这就很方便 推荐给大家 大家学会了吗 对我们也不要被你们做两件方向 一开始就 新技能get 对因为 因为这个就是你平常你放在像我自己 因为我们要常常工作 然后有很多地方 有时候可能健身房的那个机器又不是特别的多 嗯 那也不是什么都有 嗯 所以你就是这种特别方便 而且就一个小小袋子而已 嗯 什么都可以练 所以其实像我们今天也是在长沙影的一个出差的一个现场 对 就是像这种出差 那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就每天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其实我前一阵子我觉得我快要崩溃了 那是一趟飞机吗 不是是因为根本没有时间休息 嗯 然后这一阵子就好多了 因为你放个假 然后总是有一些休息 然后 呃 我觉得整个身心都比较放松一点 嗯 因为看到你今天就整个人的包括精神状态啊 整个皮肤状态都很好 谢谢 对 所以也是休息够了 对 因为我们肯定是要休息 哈哈哈 然后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 因为好像听说 想知道你这两天在长沙有什么样的工作 还有生活安排 那接着下来就是要再继续录歌手的节目吧 然后 已经第几期了 咱们要录了 那录第八期了吧 对 第八 接着是第八期 要不要稍微小小剧透一下 就是这些 会唱歌曲或者这些 在造型上啊 风格啊 有什么 造型跟风格上 就是 我还 我觉得挺好笑的 就是原来是一个很专业的歌手节目 然后 就 我没想到 竟然变成大家常常会关注我的那个服装啊 还有妆容啊 就是 所有有关流行 一切有关流行跟美妆的东西 但也挺好的 就是 因为女孩子 像我自己我也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 假设我看到这样子的节目 然后 你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 你也会想要知道 所以其实 我觉得造型跟服装上面 还有 我们整个整体的妆容的感觉 其实我们都下很多的心思 不管是在每一期 嗯 我们可能都会跟着音乐风格去走啊 那可能 这一次 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挑战自己的一个机会 因为去到歌手的每一位歌手 其实都很会唱歌 那我觉得 我 我不是要跟他们比 我觉得我反而是跟我自己在竞赛 所以我之前常常 可能我自己会觉得说 我都会活在一个自己的框架里面 那怎么样子还能跳出自己的框架 那这是一个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然后也是我觉得 当歌手的我 其实出道到现在17年了嘛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我不想要让自己很 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嗯 去做 每一天都是重复的事情 嗯 那这样子不会进步 所以 第一次其实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契机 就是 啊 因为之前 歌手的节目有来找过我 那因为时间上其实的安排 也没有办法配合嘛 那蛮可惜的 只不过 如果现在问我是说 去年要参加 或今年要参加 我反而还觉得好像 真的 今年真的好像 那个时间到了整个 感觉也对了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 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时间 嗯 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嗯 所以在这样一个节目里面 我觉得 我每一期的那个挑战 都会 希望自己能突破一些什么 接着下来的下一期 我也蛮期待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最难的是选歌 然后 什么样子的歌 是适合自己的 其实我自己也有 考虑过 然后花很多心思在想 如果说我平常是那种 嗯 选一些可能离我很近的歌手 就比如说杰伦啊 阿妹的歌啊 好像有点理所当然 所以我这次其实 我花很多的时间 在接触一些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音乐 都是借这个节目来 去做这件事情 对 包括很多 我觉得很棒的 内地的一些音乐人 他们可能 音乐并没有被广大的观众认识 这是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能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去更加的认识他们 像我每天这样听音乐 我真的听到超过几百首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就可以让我多深入的去了解他们 那怎么样子放到我身上是 我能想象得到那个声音出来的样子 跟那个整个感觉是对的 这个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 然后 当然有可能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也会觉得说 你选的歌 可能可以这边怎么样 那边怎么样 但我觉得最重要 还是自己要真正对音乐有感觉 比如说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觉 那你才能把它驾驭得很好 所以第八期会是一首什么感觉的 不会告诉你 就是讲那么多就是不会告诉你 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风格 到底是什么不会告诉我 那我就聊到之前几场的 那些帮我歌呀造型 因为像你说的 好像大家通过这个比赛 也开始关注你 小涵的穿搭呀或美妆这种 其实之前几期 哪一场是你自己个人最喜欢的造型啊什么的 我好像都觉得都还 满漂亮 满破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团队 我觉得大家都花很多心思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都希望在我身上的东西 它可以是一个音乐上的突破之外 它的造型上还是有一些突破的地方 所以我的造型是它其实每一次常常都会要崩溃 因为它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 包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在准备音乐的时候只有五天的时间 因为其他的时间必须要飞 飞行 然后真正我们有的时间 从开始编曲到歌手收到音乐的时候 我们就只有五天的时间 相对的所有的造型师 然后跟所有的工作人员 也只有五天的时间去帮我准备这些东西 就拍下这首歌 我要怎么呈现会好看 对 所以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就是但是每一次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都很好 很好的在于说 因为我跟每一位工作伙伴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譬如说 譬如说某个工作伙伴不喜欢你的时候 你可能的造型就会不太好看 对啊 之类的 就我们会觉得 就歌手这个造型师跟化妆师对上海是真爱 对就是真的有爱的时候 你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所以其实比如每次出差 你自己个人啊私自的行李会装很多 比如衣服啊 或者护肤包 化妆包吗 会 你也会吗 我常常就是因为每次我们出来的时间 特别长嘛 有时候可能就是像前一阵子 我真的一次出来就十几天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回家 那我那十几天的时间 你又怕东西都会带不够 尤其女艺人 你有很多地方要保养啊 然后冬天啊 就特别就觉得说保养品真的很重要 所以每一次的那个行李箱里面 包括我自己的衣服之外 包括我自己的衣服之外 然后保养品还有一大堆的那种 什么那种器材 就是 器材 对 器材 比如说 比如说那种电器啊 然后那种 特别可以随身携带的那种按摩的电器啊 之类的就是这种东西都有 那所以你是个精致女孩嘛 就因为我们现在会有说那种佛系女孩 就什么都随便 无所谓 就可能拍个爽肤睡 什么睡个觉 对 你算是那种比如睡前药 各种比如按摩一遍 各种怎样的 对 我超级 就是我是那种 就是我觉得天底下绝对没有那个 一定都是蓝女人 丑女人蓝女人 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比如说 我自己会去买很多书籍啊 然后会去了解一些比如说身体的构造 天哪身体构造 然后 反正我是做事情会做到极致的那种 那你是那种天然派吗 比如说我会经常给自己包个汤啊 喝个茶 那种调理 还是说 我也是 把自己当小白鼠 各种东西都往上摩 脸上我比较不太敢 比如说有这种有人介绍啊 或者是有人使用过 然后有推荐的话 我才会敢使用 但是吃的东西我倒是挺敢尝试的 比如说像我觉得 如果你都是靠外在的保养品 是绝对没有用的 掩不住 对 所以你一定是要很清楚 是你要吃的好的同时要吃的干净 那像我常常都会攜带 比如说那种就是这种很很 那怎么讲 很 镜头可以稍微推一下 就是它是那种特别营养的食品 然后我自己也会补充一些 矿物质的东西 那这种矿物质的东西就是 你可能要特别去找 维生素啊 矿物质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我们平常一般补充不到的 所以像我这样子 尤其很多艺人其实都很忙 我觉得就是要需要很多时间好好照顾 我刚刚听工人爆料好像说你好不是很不太吃饭 好像比较爱吃麦片还是什么 对我吃麦片 对就是因为我的理解就是我看很多书籍的理解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对啊我们不是要分享吗 就是如果你吃太多米饭 我们米饭还是要吃 可是因为米饭全部都是糖 所以当我们吃太多米饭的时候 其实是就是身体有太多的糖分也不好 那我觉得像我这样子 我也不太希望每一次吃进身体的全部都是糖分 像我以前是一个非常爱吃甜食的人 然后喝咖啡啊就比如说一杯咖啡里面 我这样子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一个size的咖啡 我可能要加到四包糖 就是我吃很甜 是甜如蜜 非常非常甜 然后我可以吃得很饱之外 我还有另外一个味给甜食 就是一般女孩子都是这样 明白明白 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有一天我读到那个书籍 然后就说其实世界上最不好的发明就是糖 然后我就震惊了 我就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我每天还这么爱吃 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摩羯座的个性就出来了 隔一天说了糖就解了 就不解了 我现在喝的咖啡全都是没有糖的 对自己很狠呀 很狠 我非常极致 就是我如果知道说他对我是好的 我就绝对会很很很特别的 就是我会对自己特别的狠去实施这些东西 所以你把卖片会当早饭吃吗 我三餐都吃卖片 二十了 二十了 OK 那时间好用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不是很长 对 所以我们就尽管 因为我今天看到这样我刚刚说 好像看到少海皮肤壮的都很紧致 包括没有皱纹 你有没有啊 我有皱纹啊 没有啊 他怎么可以没有皱纹 我连这么近看都没有啦 就本来就脸很白皙啦 就你平常也不长痘 也不怎样 我其实平常不太长痘痘 就是我长痘痘的时间好像算得出来 对 但是因为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还是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食疗其实真的有差很多 就所以你刚刚说了要不要多喝一些水 多吃一些麦片的健康东西 要不要再分享两个 就是在食疗方面大家可以注意 食疗的部分就是像我自己我会吃比较多纤维比较多的东西 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我们要尽量排便 既然你艺人已经受到了排便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体有太多的毒素的时候 然后都囤积在身体里面 这样我们的皮肤怎么会好 所以我们要吃很多纤维的食物 高纤的食物 让我们在短时间内 因为肠道太长了嘛 所以我们要短时间内可以排出这些毒素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食疗是比保养品还有用的 那这时候如果你食疗搭配保养品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明显的功效 因为我们看到你在舞台上就每次的妆容都很璀璨嘛 你私下是一个自己会化妆化钱 化妆出门的那种艺人吗 你太喜欢 那如果比如你平时私下化妆 你去会化哪几个重点 我就只有眉毛 然后我就稍微遮一下眼圈 然后再就是那个口红 就我不喜欢整个脸都有 太多重点 就是我不想不喜欢上粉点 然后如果那个卡掉了的话 会给大家发推送啊 然后今天的那个时间有限 可能最后一会儿 少涵会自己跟大家互动一下 对会有一个跟少涵 你来着 哥哥已经疑似了 对我对 因为刚刚我们跟少涵也聊到了美妆 那我看到旁边好像有个化妆包 就是我们个人的化妆包 知道吗 要不要分享 OK 来看一下 就是我其实 少涵的私人化妆品 我其实不太喜欢带多 但是就是比较重点 那 因为我出来时间比较长 然后我都会稍微带 多一点的这种 比如说气垫分别 对 然后 比较多的 其实我好像口红蛮多的 对大家就很好奇啊 下方口红色号 又是什么色号 我有几个我觉得还蛮好 诶我刚刚还有两个 那个很天然的 因为我其实平常比较喜欢 像如果我擦 擦口红的话 然后以前小时候都不太懂啊 然后就是你擦口红 因为要卸妆卸得很干净嘛 你就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影响 就是你还是会有色素沉淀 所以就是现在我会比较多偏向就是 天然的化妆品 然后像这种这种化妆品就是 你看它颜色很漂亮 可是它就 抹上去 你就算吃进去也都没关系 因为其实全部都没有 全部都没有这种 chemical在里面 就是烧行口红色号打解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啊这个就是你们说的高光啊 然后这个高光就是 因为这个是很天然 所以它就是可以擦在全身 你想要擦 这个可以当高光擦 也可以擦口红 嗯 对 它就是这个高光就是蛮厉害的 然后粉粉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亚洲人 就细看也蛮好看的 很细腻 大家都在拆牌子 你们拆啊 你们拆吗 那你们就自己拔咯 我们去不会告诉你 然后因为它也 这个也是同一家的嘛 然后它这个颜色 因为你看它 它看上去蛮淡 对它成天然 它可以这么雾 然后这么显色 就是我觉得它蛮厉害的 嗯哼 就是也不会很干去吧 不会 它很滋润 你看它擦上去 它其实不干 嗯哼 然后 我 其实我好像都是比较多这种颜色 因为 我会觉得你好像比较霧 比较秀一点点 豆虾色的 但我也有红色 就是 可是我那个红色 在厕所那边 哈哈哈 因为我喜欢那种红色 就是不是 如果我平常自己私底下出去 我就是要有一点气色就好了 我其实不太想要那种很红 那很红就是工作的时候 嗯 所以我有一点点那种 很嫩的那种红红的就是 我今天涂的是那种 我今天涂的是那种 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 啊大家看就涂上也很美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它 你看就是没什么颜色 嗯 但是它就有一点点红润就好了 就整个人会比较有气色 对 刚刚小涵介绍的口红高光 还有我们最关心的上海的眼影 我没有眼影欸 我没有眼影欸 我是以下不画眼影的 你个人不画眼影 我不画 但我只做一件事情 嗯 所以偷了我的那个 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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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一下牌 我跟妳講大家都好厲害喔 而且都會放大看 所以大家每次扒你的時候 你自己有看一下 你還真猜的蠻準的 不是 之前大家不都猜那個高光是什麼 然後結果後來猜錯了 然後那個造型師不就出來的嗎 對 那所以還有什麼 就重點還有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吧 不要再用時間 這個口紅還蠻好的 因為 因為它這個口紅就是 它有護唇膏 然後它這個顏色呢 可能是今年限量的吧 它比較好的地方是 因為它如果單獨擦的話 有一些比較 嘴巴比較乾的女孩子 已經闖了試色 但你看這個很粉 但是霧的有 它是粉的感覺 那它好就是因為它還有一個 你可以先擦那個 它的護唇 那它護唇不是油的那一種 因為它就是剛剛好 你可以保濕 但不會太濕 你無法蓋住粉的狀態 所以這個顏色也挺好 這也是你最近的新蟲 對 滿好的顏色 嗯 還不錯 哦 好可以跟大家介紹一個這個 滿滿剛剛一包 這個好了啦 這個呢 就是我覺得蠻厲害的一個蜜粉餅 它有什麼特殊的 它呢 因為顏色很適合亞洲人 然後特別特別的薄 嗯 然後你基本上 你看它就是沒有感覺的 對 可是它是 因為它是HD 的粉餅 嗯 所以它會補在一些 你可能有凹陷的地方 它會自己好像 好像 折射的那種 對對對 那是會比如遮毛孔會很厲害還是說 對 挺厲害的 挺厲害的 對它就是整個臉霧的 嗯 對我覺得這個蠻厲害的 然後也不會很不會很卡分的這種 重點是因為不太厚 因為今年比較流行的妝感 就是還是要自然嘛 嗯 所以我覺得它不太厚的那個感覺挺好的 嗯 像你分享新美妝 少涵老師有很多東西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以後可以考慮 比如偶爾在微博自己開個直播 跟大家講講 就女生話題啦之類的 對 其實我覺得女生只要聚在一起 都是這些話題 對 因為我們今天直播的時間 可能比較有事 對 現在大家有想問少涵的問題 可以跟少涵交流啦 對然後我們現在可以把鏡頭直接給少涵 好 看一下大家的彈幕 好 那我們 隨便跟大家聊幾句 跟少涵自己聊一下 隨便跟大家聊聊 哈囉 他們都沒有問我那個妝呀 只是問我男朋友 然後 演唱會 然後還叫我結婚 你的粉絲去催婚 超失怪 真的耶 為什麼你們都好喜歡催我 結婚 我發現 內地的好多 粉絲嘛 年輕的 這個 男孩女孩們都已經結婚了 對 現在結婚蠻早 像我們就很大 每天過春節又會被家長催 都會對不對 會催婚 什麼時候 然後 然後 肚子在講專輯 專輯 專輯 就是我覺得還是要收到好歌比較好 今天大家還有過 1918年巡演 18年的巡演 巡演 巡演有在 有好多的公司有來 就是 希望可以一起做巡演 然後 目前還是在看那個整個 整個底案 就是覺得如果 拿一些提案比較好的話 就會合作 什麼樣 沒有的話 可以幫你拿 看著跟大家聊就好 好快喔 跑得好快 高光我剛剛有秀啊 就是那個唇膏 唇膏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唇膏 這個跑得那麼快怎麼看 可以拉住 可以拉住 我去吃了臭豆腐嗎 沒有 沒有 最近在長沙有沒有吃到當地特色的一些 就是上一次我們在錄歌手的時候 然後他們其實都有準備一些 一些那個長沙的美食 吃的管麻辣 我覺得 就是那個黑色的臭豆腐比我想像的好吃 因為它其實蠻香的吃幾句好 對 戲劇 戲劇的部分 我覺得戲劇比較難是說 你要找到一個角色特別適合自己 然後又要突破的 我覺得 我會比較花很多時間在劇本上 如果劇本好的話就會考慮 我們再回答大家 旅行綜藝 我覺得旅行綜藝可以試試看 因為旅行綜藝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私底下是一個 導遊 對啊 我們大家就都知道 所以大家宏官司 你會不會在這種玩笑 我其實覺得如果有時間也可以去 還有夢想地 就一直想去 還沒來得及去的地方 我很想去希臘 然後最近就有人想要幫我實現這個夢想 所以我覺得應該 不久了將來就會去 因為計劃案都已經丟給我了 然後我就想說 喔 這麼好 你是計劃案 是不是跟節目相關嗎 也不是 所以就是有一個廠商 他就是 問我要不要去而已 反正可以順便過去 那我們最後再回答大家兩個問題 OK 大家最後兩個問題囉 珍惜機會 對 珍惜機會抓緊時間囉 有機會 什麼 幫幫唱 幫幫唱 幫幫唱還在想呢 我看大家有問說那個 期待你下次演唱會 演唱會大概會在什麼時候 我的演唱會 因為現在就是有很多計劃案 然後我現在就在看說 我覺得哪個計劃案比較好 我希望今年是有 因為其實去年的演唱會 很多朋友的支持 整個感覺我也算是有突破一些 之前沒有突破的東西 那今年當然肯定要比去年再好 然後再華麗一些 那至於是什麼樣子的時間 我還是覺得如果今年可以完成的話 是最好 因為去年才剛完成 那就不會間隔太長的時間 就是很近期大家可以期待 大家小夥伴們都聽到了 其實你的皮膚也蠻好的 謝謝謝謝 因為他們問我說怎麼 怎麼護膚 然後我覺得他男生裡面算不錯的 看了一下這個男生 對他皮膚很好 而且他什麼都沒有抹呀 對啊 所以我們就差不多跟觀眾告個別吧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其他採訪 如何護膚 那你直接好凶硬 拜拜 就是我們之後也會對小韓自己一個採訪 對 然後大家關注上 也可以之後看我們的 就是聲浪娛樂 是的 大概是下周會 播出點子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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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我們今天這個直播就結束了 然後大家可以之後繼續關注我們新浪娛樂 然後還會有我們一會兒跟邵韩的這個採訪的內容 然後放到那個微博上 然後